哈喽大家好 我是初仙红林 我是楼先生 我们回来几天了 还剩了五项苹果 一项菠萝 在我们小区里面叫了一下 然后就全部卖光了 就还剩了几根生的菠萝对吧 对 这里要感谢我的邻居们 谢谢啊 还有感谢我那些买我的 不买我的 围观的那些顾客上帝们 其实我们这次出去 在老人家的眼里面 真的是他们说是好辛苦 其实对我们两个人来说 是不辛苦 因为去体验嘛 体验把摊 走街窜巷的那种生活 对吧 你有什么体验吗 我的体验就是到外面去哈 心情最起码是舒畅的 不郁闷 因为每天很忙碌 一大早起来 就是做饭吃 开始整理长铺 还要把货摆好 就开始营业 吃完饭就到处转 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知道吧 所以我们出去 我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去外面很充实 没有多余的时间 老大里面就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应该这样说 其实这次回来 是我小儿子打电话 他考上了那个 他想要的那个学校 是非常高兴 他自己也在改变 一考上了 然后就去 在我们街上去找了一份寺座 今天上了第二天的班 我们本来说 今天出去 我老公说亲民了 我们去扫一下 扫一下祖宗 所以就等亲民过后 我们再出去 对吧 对对 好几年没有去守护了 所以我感觉到 现在自己的事情 安排时间 更有空间 不会像以前上班一样 你想去找 没时间 现在自己的事可以安排 去外面走走看看 放上心情 看一下什么样的启发 看看能不能走出 一条不一样的道路出来 其实我们现在 像我们这个年纪 你说大他也不随于大 你说小也不随于小 你说可以说 放飞自我 我啥都不管 上也老下也小 还是要管 所以 来又能赚钱 赚一点 我不要说赚多 赚一点 基本的工资 我们两个人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其实我们第一次 去拉风 去卖 真的 真的没赚到 亏了一点 应该是亏了一点 没算油钱 如果是算一下油钱 真的是亏了几百块钱 我们都不好意思这样说 两个人去做生意 今天会亏吧 说出去没人相信 但是第二车我们就进步了 我们找原因 是不是 亏了 哪里亏了 哪里做的不好 第二车我们就有进步 是不是 其实我们的水果 卖的不贵 相差几毛钱 为什么会亏了 就是上了几毛钱 他们都没给五毛八毛 本来就是赚一毛两毛的东西 他这样是少一下 所以到最后面 真的是还好 我们心态好 说油钱不要算进去 反正当理由 第二车就好多了 第二车就还 人家除了那个油钱 还赚了几百块钱 我已经喊欣慰 喊安慰自己了 还逛了世界 放飞了心情 对 所以不同的心态 体验不同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虽然不是我嫁给他 不是大富大贵 但是平安是福 下次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出去 这个心态一定要调整 不要急 是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心态真的 那天没做的生意 没开中 我就心里好思路 那天做到了生意 我心情好愉快 一回来 我就吃完晚饭 就把那个苹果 往下面一堆 在群里面一叫 我的邻居都很支持 一下子就把那 五康苹果给卖完了 其实我这个小亲子 对我的支持真的是蛮大的 去年卖年货的时候 也支持好过我 是 要感觉 真是要感觉他们 真的放弃不下的 还是我老爸 真的 我一回来 去看他爸妈妈 然后去看我爸爸 我爸爸那天又跟我说 在那个院子里面 不知道怎么弄 又摔了一脚 我说摔痛了 他说没有 后面刚好有稻草 你看 难 真的是难 我姐姐叫我爸去 我爸说不去 就在这里家 不开心的 不了 还是最主要要开心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回来了 几天没拍视频了 帮个泡吧 回来了 我真的是 整整睡了几天 真的是睡了几天了 卖完了那些苹果 我感觉到好气 一打到厂上 就呼呼大睡 苹果又没有压力 苹果可以放的时间长 又长乐乐了 就这样 拜拜 谢谢大家 支持